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你介绍的是 叶席镇设计师 为了他的屋主 对于室内设计 有着高度细腻的要求 希望在大气经典的风格当中 拥有绝无仅有的精彩居所 今天我们来到 台北内湖区的电梯大楼 屋主夫妻年届50岁 和一双大学刚毕业的儿女同住 屋主对家族长辈十分孝顺 有每日礼佛祭祖的生活习惯 一开始对于自己需求的空间风格 虽然无法具体形容 但却非常重视施工品质 以及细节设计 因为儿女都成年 希望有四房两厅的格局规划 让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期望营造舒适经典 让人想长久生活的居住空间 屋主和设计师是在社坛认识的好友 进而早上夜席正设计师协助设计新家 因为屋主对于空间风格的设定 无法具体的形容 设计师在了解其使用需求后 借由3D图的呈现 汇出多种风格的居家图片 来探索屋主喜好 经过多次的讨论 最后定调现代新古典风格 希望能圆满屋主对祖先圣中追远的孝心 再融合家人的喜好设计出精彩而细腻的空间设计 因为现代新古典风格的设定 要如何将公共空间呈现华美设计 又能融入佛堪及展示柜需求而不突兀 儿子从小养到大的鱼 要如何设计美观的水族箱 并和空间完美融合呢 屋主想要一个气派的餐厅 要怎样才能将古典风格 融入厨房和餐厅之中 营造休闲的氛围呢 家庭成员对于卧室各有不同需求 该如何规划呢 在业界十年以上的资深经历 设计过很多大坪数的案件 其中更包含展场和饭店 非常重视细节 对于居宅的规划别有见解 并耐心和屋主用3D图细心沟通 倾听所有需求 进而达到完美的居住空间设计 他是专注细节的豪宅设计家 设计市场在做一件事情 是比较困难的 那就是要当一个良好的沟通者 协助屋主去找到它的平衡点 就是希望能够以我的专业度 跟设计能力去帮屋主完成 她庆目中理想的房子 在这个设计案中 设计师要如何表现设计灵感呢 那其实刚开始女主人 她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风格 她只是要讲说要大气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 然后也画了蛮多3D给她参考的 甚至还陪她去逛一下街 然后逛逛精品店 后来才发现 她其实对精品方面蛮有兴趣的 蛮喜欢的 那古典原本的话 是需要运用一些线板 我希望带奢华的感觉 所以就想到了不锈钢镀钛 然后加上贝壳板 这两个加起来 那就会有线条的功能 对于色彩计划方面的话 是因为屋主喜欢收集一些收藏品 那为了让这些收藏品 不管放到哪里都好看 所以就以白色为基底 来做这个屋子的色彩计划 屋主希望能有大气又低调的居家空间 设计师如何以现代新古典设计 满足屋主的需求呢 进入这个家 从电视墙 窗井 沙发的主墙 佛刊 都感觉大气 是啊 一刚开始屋主就是要大气 他只要大气就对了 可是大气怎么去定义它 你怎么把他抓风格呢 其实很难耶 刚开始屋主的方向并抓不出来 我想说大气就简单为主 所以刚开始就给他现代的风格 也沟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也做了蛮多3D的 那是后来陪他去逛一些 出去逛逛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他是对精品的东西 是比较有兴趣的 精品的东西 例如 例如说一些比较奢华的东西 例如像贝壳的东西 皮壳的东西 大理石的东西 或是一些比较有亮面质感的东西 所以后来做出来就是 所有的材质就带点奢华 比较偏向新古典 会介于现代跟古典之间 例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佛刊 其实就很像精品柜的感觉 一般佛刊其实很花仁 很东方的 怎么融入古典的风格当中 其实这次当初也是屋主 给我一个难题 那解决这个方法后来就是 我就是把佛刊当作展示柜在做 也就是说让佛刊的所有元素 跟展示柜元素 几乎是一样的 那它看起来就像展示柜 结果像佛刊 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佛刊就是佛刊 但是你要让佛刊变成展示柜的一部分 变成精品柜的一部分 对 可是那精品柜的细节 我看到了 这边就是贝壳的部分对不对 对 那就是贝壳 然后它旁边衬托了 补销镇杜钛 那通常补销钛是很冷的东西 那为了让它看一下有点奢华不冷 所以就杜钛 让它有点深咖啡色的颜色 你说那个线条光起来是杜钛 那是杜钛 这个超细致 又有贝壳的部分 又有镀态的部分 那故意用玻璃的反光的部分 是让它看起来更bling bling吗 事实上它并不是玻璃 也不是镜子 它是镜面不锈钢 它是不锈钢 为什么不用玻璃就好了 因为屋主当初有跟我讲掉一点 他不喜欢看到镜子的 透明的那个厚度 那要表现这个 只有用镜面不锈钢来做 因为它够薄 因为够薄 它没有那层厚度 看起来不会像压克力 有一层透明的东西在外面 了解 那它这样施工的工法当中 会比较困难吗 这个非常的困难 因为屋主现在又要要求 他希望这个玻璃层板能够活动 所以在这个镜面不锈钢上面 打这个圆孔 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 如中我们这个佛刊 还有一个贴心的设计 佛刊有贴心的设计 是指收纳吗 没有 它是为了让屋主祭拜祖先人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放贡品的地方 这重要 因为我们有祭拜祖先人都知道 要放贡品的位置 就是这个抽办 你做得很细耶 因为这比较难猜 原因是否你线都对得刚刚好 对 所以它的工法是困难的 对 它难度是在于第一个 它放贡品需要能够沉重 对 然后又要让它细致 又要兑现 所以它的困难度就在这边 佛刊不仅成为精品的一部分 并且它其实也非常具有功能性 小燕 一个家要有大气的感觉 其实使用大理石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是啊 像我们佛刊用大理石嘛 因为它有奢华 然后也有庄严 庄严的感觉 对 而且花纹拼起来超好看 然后玄关也有用拼花 因为它可以让玄关有一个气势在 也区隔出玄关这个位置出来 我们在客厅也用了一片很特殊的大理石 对啊 这个大理石又黑 又有点晶晶亮亮的味道 对啊 它是钛金属结晶 真的是那个钛 对 当初怎么会挑战这一块大理石 就是当初跟屋主到大理石场的时候 去看到这个石头屋主就很喜欢 因为它有点油画的感觉 然后也很有气势 是 然后也因为它的亮度 所以有点奢华感 所以当初就决定要 选用这片食材来做电视墙 对耶 真的是有一些油画的感觉 是个自然的纹理 而且跟试金设备放在一起 反而更凸显出试金设备 完全的那种全黑的一种味道 对 没有错 说到试听设备 实际上也帮屋主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它的试听设备非常的多 各种影响设备 尤其他要唱卡拉OK 现在看还好耶 你怎么把它藏起来 因为是都把它藏起来 怎么藏 就在这个大理石后面 这完全也都是用大理石包覆的 很难做吧 对 它的困难点在于 大理石是蛮重的一个材料 它本身喇叭也有重量 是 所以这在工法上就花了很多功夫了 了解 而且中中打开的时候 感觉才是真正的变形金刚 合起来的话 我们整个的现场看到的端节 有非常非常的简洁 对 是 没错 定是要摆下某位置 其实在中中道 我这个也太夸张了 这个酷 这个酷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让我的维修框完全看不出来 你说这个圆形的部分 中间这个地方推开来是维修框 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